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可以选一般的糖醋酱 也可以选他们BTS Pig的酱 一个是泰式甜辣酱 一个是Cajun酱 那我还蛮好奇这个Cajun酱到底是怎么样 他们限定的防弹套餐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外包装 这是鸡块盒的外包装 是石片鸡块 然后这边有写防弹套餐 然后这是旁边 这是后面 后面有一个很可爱的Burahe 超可爱 这是鸡块 然后再来是饮料也有做 防弹套餐的包装 这个是防弹少年团的 然后这边呢它有写Burahe 这是只有点防弹套餐才会有的包装哦 特别是它会有附酱 那酱你可以自己选 那我是都各选了一个 然后这个是甜辣口味的 它就是红酱咯 然后打开它就是有一点点黄色的 然后有一点点感觉像辣椒 再还有一个火感觉应该是会辣的 我买了两个套餐 另外一个套餐我是多加500块 然后换这个比较肥的薯条 那饮料我就是选可乐跟芬达 我们来看鸡块 鸡块10个超级多 超级多 一个套餐下来是6900元 那如果你是加500元 换这种肥肥的薯条的话就是 7400一个套餐 然后我看很多国外麦当劳他们的纸袋都有换 只有换防弹的纸袋 但是韩国的好像没有 那这边也有公告说 每个国家是什么时候出示这个套餐 美洲加拿大那边 澳洲5月26号就已经上市了 所以就是昨天 昨天他们那边就上了 那马来西亚的话也是5月26号 然后韩国的部分的话是 今天5月27号就是当天 拍摄的当天 然后呢 港澳的部分的话是6月3号 那台湾的部分是6月9号 所以6月9号的话 带大家去麦当劳的话 就可以拿到这些 麦当劳套餐哦 然后麦当劳的员工也都会换上 就是有韩文字的麦当劳制服 超酷的耶 好那我们就来吃看看他的酱到底好不好吃 各开一个 多送我一个紫色的酱耶 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先来沾一下黄色的 我觉得他吃起来有点像蜂蜜芥末酱 然后有一点点哇沙比的味道 蜂蜜芥末再加哇沙比的味道 辣辣的 还蛮 蛮贵的 我们再来蘸一下泰式酱 这个甜辣酱 我觉得这个甜辣酱感觉 应该有点像是泰式甜辣酱 嗯 他就是泰式甜鸡酱 泰式甜辣酱的那种味道 我觉得这个酱蛮特别的耶 这个泰式甜辣酱还蛮特别的 我们沾薯条吃看看 我觉得这个酱沾完吃完嘴巴都满满的 而且有一点点嗆味 然后泰式甜辣酱就是 可以想像中的味道 那我们接下来吃这个 胖胖的薯条 马铃薯薯块 然后我们来沾这两个酱吃看看 是一整个薯块 应该是有调味过的 我们来沾一下这个Cajun酱 这样看看它好不好吃 然后我跟你们说 韩国的麦当劳他们饮料有 分打 看到吗 好怕它倒出来了 分打 各位爱民们 如果你们有喜欢麦当劳跟防弹少年团 这一次合作的防弹套餐 可以去麦当劳买看看 韩国地区的话 5月27号到6月30号 各大麦当劳可以买到这些防弹套餐 然后外送也OK哦 那台湾的部分的话 是6月9号开始上市哦 那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你觉得哪一个酱比较好吃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 那有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 记得按一个喜欢 按赞并分享 记得订阅 安妞 天呐我的衣服 小 musical 理解 耶 完全吸起来了 这个是 这个是太食 哦哦哦 你还学长了吗 你还学长了吗 You will take it 你再给你听 你订阅 我还学长了吗 我还学长了吗 你还学长了吗 よろしく